每一次发生棘手又危险的事件时 警销人员总是奋不顾身前往第一线 出勤时可能都有生命危险压力相当大 长期在高压环境下工作 他们经常三常不正常 睡眠品质差 身体很容易就会出问题 其中以胃溃疡等肠胃问题最为普遍 根据国民健康署委托国内大学 针对全国52000多名警销人员 受毒健康复查发现 平均有6-7%的人都有胃溃疡 职业捐带感高的人 更会让罹患胃溃疡的机会增加近两倍 工作负荷量大也会增加1.5倍左右 从事警察工作20多年的T先生表示 他主要负责侦查勤务 一有案件发生就要立马到现场 手机24小时不关机是基本 连续睡眠不超过4-5个小时 三餐不正常才叫正常 如果案情棘手 拨完压力带 有的连饭都吃不下 你这工作是基本上是不增加热的 即便你轮休或者放假 有遇到案件的时候 身为干顾的人 还是要回饭或是处理 当然是已经处在警风状态 而且案件发生的时候 都是发生在晚上 所以基本上 你的睡眠其实就非常大 T先生表示 从事外行工作后 就开始出现 俗成火烧心的胃死刀逆流症状 过去总是强忍胃痛 或靠尘药来缓解 但近几年就医才确诊 他不只有胃死刀逆流 还患有中度胃溃疡 这些症状让他在执行勤务上 有很大的困扰 在某次追戏嫌犯中 因为酸分泌过多造成不适 但他仍强忍胃痛追捕 不过说到辛苦的程度 消防员也不光多让 担任消防员11年的C先生指出 消防员工作才做二休一 上班48小时期间 精神都非常紧绷 警铃一响就得在几秒钟内 完成出勤 三餐补定时有狼吞补宴 连续睡眠也不超过三小时 发现城堡发生时 他两天睡不到一小时 C先生直言 每次出行面对的就是生死 若有意外发生就出不了火场 不止消防装备总达30几公斤 体力负担相当大 他除了值班 打火 还要救人等额外行物 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 肠胃很快就出现问题 C先生表示 如果上班胃痛 只能靠吞胃药 止痛药硬撑 但身上腺素身高 会压抑住疼痛感 阳明大学环境与 职业卫生研究所教授 郭宪文表示 胃溃疡是国人常见症状 大多是因为感染 幽门感菌 或长期使用 肥肋骨 准消炎脂童腰 常见的症状包括 腹痛 灼热感 恶心 腹脏 或黑便 郭宪文指出 警消人员的职业倦带 可能来自工作量大 工时长 陪伴家人时间有限 他也说职业倦带感低 工作支持度高的人 罹患胃溃疡的风险 就会降低22%到33% 另外不光是胃溃疡 警消人员有高血压 心脏病的比率也相当高 消防员甚至还比一般人 更容易罹患肺癌口腔癌 因为在火灾的现场里面 基本上也是燃烧物 那些灰 还有一些化学性燃烧物质 产生的烟雾 在火灾现场 暴露的时间越久 那你吸进去的 它就会越多 因为对这类的东西 你就是必须要 能够防止它吸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他们就是要护去 而且是必须要有面罩 李刚远医师指出 肺癌有症状时 通常比较严重 咳嗽二到三周以上 没有好转迹象 一定要就医照X光片 确认是感冒还是肺癌 他也建议 别让自己压力太大 要养成作息规律 运动 以及多吃蔬菜的习惯 才能增加免疫力